前文在族 書接上一回 洪安通教完英雄三招的第二招 慢慢站起來 洪夫人頭下腳上 被她打到頂地滴起來 洪夫人就說 快點放手啦 像什麼樣子 洪安通嚇嚇大小 右手抱著她的腰 放她站直 他說 白龍士 你身材矮細 不能夠打到頂地滴起敵人 那你就拿著她的腳掌拖 就算拖她不起 匕首指著她小腹 敵人也唯有投降 那時候 你就要在她胸口神闖 神風暴狼幾個要月踢幾腳 提防她反擊 魏小波很高興地說 沒錯沒錯 這幾腳 非鐵不可 然後洪安通反轉雙手在背後 等夫人捉住 夫人捉住 夫人拿半缺門筍 浪在她的頸上 洪安通說 敵人捉住 敵人捉住我雙手 當然扣住我手腕的墨門 令我手上武力難以反擊 在這樣的情境之下 本來只有用腳 她說話未講完 洪夫人喊一聲 笑著放開手一步跳了開去 滿面通紅地說 不能夠小孩用這些下樓招數 洪安通笑著說 遼陰腿哪是下樓招數呢 下陰是人身要害 有一滴眾就當堂無命了 就算是名門大派的拳腳裡面 也往往有遼陰腿這一招 少林派有 武當派也有八足為奇 不過敵人在你背後 你雙手就被人捉住 頸又有把刀放在樹 那就唯有用反遼陰腿了 但是敵人也必定會提防到你這一招 見你的腳一動 多數一刀就斬了你的人頭先 所以遼陰反踢你的招也用不著 他這個時候雙手反在背後 被洪夫人捉住手腕 突然間雙手十指一彎 那個人向後面一撞 十隻手指就向著洪夫人空步插過去 洪夫人急急向後面縮 放開他的手腕 猜她說 猜這個有什麼英雄招式呀 洪安通微微笑著說 一個人心口雨中雨筋兩個月 無論男女都是致命大月 白龍士 那個人既然能夠把你雙手反剪捉住 武功一定是不低的 何況多數已經抓住你手腕月 就算被你抓住了 本來也不緊要的 但是她一見你寫出這種手勢 自然而然就會向後縮 等到她想起你雙手都沒有力的時候 就已經遲了一步了 夫人 你再來抓住我雙手了 洪夫人走上兩步 輕輕在她禮軟的手上打了一下 然後用左手抓住她雙手手腕 上身向後仰 不讓她的手指碰到自己的胸口 洪安通說 看清楚啊 說完 背脊向後一撞 十隻手指向洪夫人胸口拿過去 洪夫人明知她這下是虛的 不過還是縮身避開她 洪安通突然一個倒翻關斗 身體跳起 兩腿一分 已經騎著她肩膀 同時雙手手指弓 押著她太陽軟 食指按眼尾 重指按眼尾 她說 重指使力 督瞞敵人雙眼 手指弓使力 押云敵人 但需要防備敵人反擊 說完 又是一個空心關斗 倒翻出去 成像幾軟 右手在小腿一摸 當作摸出匕首 劍尖向外 阻掌斜舉 她說 敵人雙眼 敵人雙眼如果被你睹盲了 再撲上來的時候 實在是很厲害的 要提防她 抱著你不放 衛小寶 這招非常繁複 不過閃避敵人兵器 打擊敵人要害 非常有效 她說 這招真是好 不過很難練 洪安通說 我教你的雖然只有三招 但是其中包含琴拿 打月 慶生三門功夫 有一項練得不到家 你三招就洗不出了 講到琴拿 打月 慶生 每一項都要十年八年的功夫 才行 但是你只是跟學這三招有關 就容易得多了 於是指點了月道部位 擒拿守法 慶生退功 又跟衛小寶拆解幾次 演得不對了 就糾正她 衛小寶不敢站在她的頸柱 洪安通也沒有教她試練 洪夫人說 啊 教主 我這個美人三招是師父教我的 當年經過千除百年的改正 你的英雄三招是臨時慶之所致 隨意創造的 但是 比起我的美人三招又離合得多了 不是說當年捧你了 大宗師沒有學冤心 實在令人拜伏 洪安通抱拳笑著說 夫人謀讚不敢當 昨天 衛小寶在大廳上 見到洪安通不然不少 好像木偶一樣 我心裡對她也有點看不起 現在見到她的真實功夫 那才死心撻地佩服她 洪夫人又說 教主 我這個美人三招有三個美人的名字 你這個英雄三招這麼厲害 也有三位大英雄的名字才是 洪安通微笑說 好 我來想想 第一招是把敵人舉起來 那就是臨同會五指須舉頂 叫做指須舉頂 好 五指須是大英雄 第二招 將敵人打到頂的站起來 那就是老字心倒不垂陽柳 叫做老大拔柳 好極了 老字心是大英雄 不過你這第三招雖然巧妙 不過有些流亡無賴的味道 似乎不是大英雄 講到這裡 揭揭聲這麼嬌笑 為什麼不是大英雄 叫我什麼招式好呢 我兩隻食指按住你眼眉 這個叫做張闖畫眉 張闖又不是英雄 和夫人畫眉 和夫人畫眉 難道這算是英雄的一招嗎 歸黃之樂 又甚至於畫眉 你說和夫人畫眉不是英雄 紅夫人臉紅紅 擰擰頭 衛小寶也不知道張闖是個什麼古人 他想和老婆畫眉 不但不是英雄 簡直是老婆奴 他也讀不到紅安通 拋書包 那是和妻子調小 他就說 教主 你這一招 騎在敵人的頸樹 騎馬的大英雄很多 好像關雲牆騎尺套馬 秦叔保騎黃標馬 紅安通笑著說 沒錯 不過關雲牆的尺套馬 本來是呂布的 秦琴有張黃標馬賣了 都不是怎麼貼切 有了 這一招是敵清韓服龍驅寶馬 叫做敵清韓龍 他韓服的那匹寶馬 本來是龍變的 紅夫人拍手笑著說 好極了 敵清上陣 戴那個青銅鬼面具 嚇到那些藩幫兵將 大夫小繳 樂方而逃 那當然是位大英雄 只不過我們叫做神龍教 紅教主微笑說 不要緊 就算是龍 也有被人修復到 伏伏貼貼的時候 有的嘛 這麼壞的你 紅夫人又是滿面通紅了 那魏小寶又將美人三招 和英雄三招一招一招一招 示演 手發身發不對的 紅安通和夫人再加指點 這六招功夫極之巧妙 魏小寶一詞之間很難學會 紅教主說不用擔心 只要懂得練習的竅門 勤加練習就能夠純熟 等到教員已經是中午時分 紅夫人堅決不收她的匕首 還回給魏小寶 她說 你武功還未練好 這次去為教主做事 要有這種利器防身的 白龍師呀 在本教之中 能夠得到教主親自指點功夫的 除了我之外 就是你一個了 魏小寶說 都不知是屬下幾生收回來的福氣呀 你應當忠心為教主做事 來報答教主的恩德呀 是 你回去吧 明早一早和肥頭佗、陸高軒他們坐船出發 不用再來告辭了 魏小寶應了 就有兩個人公公敬敬地行禮 轉身出門 去到門邊了 禮轉頭說 夫人呀 到了我八十歲的時候 到時請教主和夫人 各人再教我三招來好不好呀 洪夫人打個招 跟著就明白是她說的好話來 她現在不過十四五歲而已 到八十歲還有六十幾年 但是教主和自己是壽與天齊 再有六十幾年命 隨隨便便便 就笑一笑說 我答應你 到你八十歲生日 教主和我各人再傳你三招 等到你一百歲大壽了 我們又各人傳你三招 叫做老壽星三招 老婆婆三招 怎麼會呢 夫人那時候仍然和今天一樣的年輕美麗 多數你和教主那時候更年輕 傳給我的是 金童三招 玉女三招 洪安通和夫人歡喜到嘻嘻大笑 話說肥頭陀和陸高軒兩個人 坐大廳外面的石頭上面等了很久 始終不見魏小寶出來 我心裡十五十六都不知道有什麼變故 後來見他笑容滿面的出來才放心 兩個人想問又不敢問 魏小寶說 教主和夫人教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 肥頭陀和陸高軒齊聲說 恭喜白龍師 本教之中除了夫人之外 從來沒有人得教主傳過一招半式的 魏小寶揚揚揚得意地說 教主也是這樣說 陸高軒說 白龍師得教主的重行 是本教創教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他看著肥頭陀一眼 問魏小寶說 教主和夫人有沒有說過幾時 將炮胎逆根圓的解藥賜給我們 魏小寶奇怪了 豈不是炮胎逆根圓還要有解藥嗎 難道是毒藥嗎 陸高軒說 也不能我這樣說 我們回家裡長談吧 講完 向竹廳看了幾眼 表情又怕又怕 三個人回到陸家 魏小寶見他們兩個神情憂鬱 心思疑問 那些炮胎逆根圓是甚麼來的 到底是毒藥還是靈丹 肥頭陀說 是毒藥還是靈丹 也很難說 我們三個人的命 存在白龍師你的掌握之中 蛤 為甚麼呢 肥頭陀看見陸高軒 陸高軒押頭 肥頭陀說 白龍師 人家客氣的 叫我做肥尊者 不是怎麼客氣的 叫我做肥頭陀 不過我瘦成這樣的樣子 我完全是名不副實 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呢 魏小寶 是的 我早就奇怪了 我猜是別人跟你開玩笑 才這樣叫你 不過教主也叫你做肥頭陀 那老人家就不會取笑你的 肥頭陀搶牆地嘆一口氣 他說 唉 我吃炮胎逆根圓 這次是第二次了 真是死去活來 現在我還時時發惡夢 我本來很矮、很肥 肥頭陀三個字 名不虛傳 啊 一直炮胎熱根圓 你又變得又高又瘦了 那好極了 你現在上茂堂堂 威風嶺嶺 以前又矮又肥 一定沒有現在那麼神器 哈哈哈哈 話是這樣說 但是你想想 一個肥老 偽疼疼 在三個月之內 身體忽然拉長了三尺 全身皮膚鮮血淋裡 那種滋味 你是難頂不難頂啊 如果不是運氣好 終於回到神龍島 教主又大發慈悲 給了解藥 我怕還會高多兩尺啊 哎呀 這樣的 我們三個人 遺棄了這種藥圓 我高兩尺還不緊要 你那再高兩尺 哎呀 這樣 那就未免高過頭了 這種刨拋液跟軟藥 很靈的 吃了之後 一年之內 能夠令人強身健體 不過如果一年滿期 不吃解藥 那裡面那些極猛烈的毒性 就發作出來 不過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 我師兄瘦頭陀本來很高 不然間矮了 他本來很瘦 就變得總象不堪 殺了一個大肥佬 你肥尊者變成瘦尊者 瘦尊者變成肥尊者 兩個人把我的名字對換 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肥頭陀有點生氣了 不行的 維小寶連忙說 對不起啊 肥尊者 我說錯了 不要見怪啊 你執掌五龍嶺 我是夏叔 你就算打我 罵我 我都不會反抗 何況這句話 也不是有意踩我 我和師兄兩個人的脾氣性格 上茅聲音完全不同 只是一肥一秀換個名字 並不能把肥尊者變成瘦尊者 瘦尊者變成肥尊者的 哦 原來是這樣的 五年之前 教主派我和師兄去做一件事 這件事十分棘手 等他做完了 已經過了其三日 我們馬上船回到神龍島 在船上 藥性已經發作了 那些苦楚真的不能告訴別人 師兄的脾氣十分暴躁 發起狂禮 把船上的圍桿一腳踢斷了 那船就在大海漂流了 過了一日又一日 我就越來越高 越來越瘦 我師兄偏偏越來越矮 越來越肥 這種炮胎逆筋圓 能夠把肥矮的人拉成瘦高 瘦高的人壓成肥矮 洪教主也真是神通廣大之智了 就這樣漂流了兩個多月 那時候 兩個人都很難有命的了 船上的糧食食完了 我們將船家水手 一個個殺來吃 幸好僑天之幸 碰到另外一隻船 這樣才有救 我們逼那隻船 馬上駛去神龍島 教主這件事情做得妥妥蕩蕩蕩 我們又不是故意擔覺的 就遲了解藥 那麼我們這兩條命才算撿回來 唯小寶越聽就越驚 他說 那麼我們在一年之內 必定要拿到八部四十餘章經 回到神龍島 陸高軒說 八部經書一起拿到 當然是最好 不過你要這麼容易嗎 只要能夠拿到一兩部 好,及時趕回去 教主自然也會賜解藥給我們的 唯小寶想 我手上已經有六部了 真是沒有法治的時候 最多不是分了兩部給教主 有什麼那麼難呢 他馬上放心了 笑著說 這次如果教主不賜解藥 說不定我們小的變老 老的變小 我變成七八十歲的老公公 你們兩位變成小孩子 真是有人了 陸高軒打個冷鎮說 這樣… 這樣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細心地想過 這種炮胎逆根縣 多數是用炮胎、綠胎、紫河居、海狗神等等 大寶大法的真奇藥材制煉而成的 弱性顯然是將原來身體上的特點 反其道而行之 我猜 我猜 教主當初制煉這種藥 是為了反老還童 不過在其他人身上一試 藥效就不容易隨心所欲 所以… 所以… 魏小寶說 所以教主自己不似服 就要熟下來試了 是不是 陸高軒連亡說 這些是我猜的 完全不能算數 請白龍師以後千萬不要再提起 魏小寶說 兩位放心 我包括教主一定會被解藥 兩位請坐 我跟方姑娘說幾句話 因為他昨天看到穆劍平急於說給方兒聽 陸高軒說 紅夫人已經傳了方姑娘去 說請白龍師放心 只要你盡心為教主做事 方姑娘在島上只有好處 魏小寶吃了怕了 方… 方姑娘不和我們一起去嗎 陸高軒說 紅夫人派人傳了她去 有說話留給內人 就是先頭這樣說 她還說赤龍門那位穆劍平和穆姑娘也一樣 魏小寶暗暗叫苦了 她先跟毛巾道人說 要在赤龍門挑選幾個人一起去 她的心肯定自在穆劍平 雖然紅夫人早就猜到了 她問 夫…夫…夫…夫人…夫人是不放心我嗎 陸高軒說 這是本教的規矩 奉命出外和教主做事的 不能夠攜帶家卷 那麼這兩個姑娘又不是我的家卷 那也差不多 衛小寶半人想著明天可以帶方木兩人離開神龍島 我心想非常歡喜 雜時之間 不又得無精打采了 她想 教主和夫人真厲害了 用胖胎液筋軟 枯著我的頭也不夠 還要加上我大小老婆兩度枯 各位 欲之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